我是玛丽,我来自芬兰 我今天来参加2018年成都双一玛拉索 这边的人很多,看起来很开心 然后我现在期待开始跑步 3月18日早上8点30分 27岁的芬兰姑娘玛丽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名跑步爱好者一起 从都江宴出发,穿过古城门 跑过世界自然遗产 四川大熊猫自然栖息地 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 用不断前进的脚步 感受成都双移的自然生态环境 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我刚刚到新城山了 然后这边就是左边的环境特别特别好 超漂亮 然后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成都 我觉得这个环境跑步很棒 好漂亮,好幸运,好开心 我要拿姜牌 明天还要来呢,明天准备跑板吗 一路的风景美不胜收 第一次参赛的玛丽 忍不住要分享这次奇妙的经历 我先就用股东 然后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路线 然后一些图片 玛丽分享照片的应用程序叫股东 专门为体育爱好者提供数据记录 社交分享 很快,玛丽在股东上的分享 便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按照者的反馈 感觉很棒 跟了法式甜点了这么多 超棒的 很漂亮,很漂亮,很棒的景色 我希望我能够在那里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一个圣诞的运动 发现成都的运动的比赛 各种各样的特别特别多 然后这边的人很惹气 然后很喜欢运动跑步 其实我也想起来了一个想法 但是信任不给你们说 原来玛丽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股东海外版的负责人 成立于2010年的成都本土企业股东 以智能硬件与社交软件相结合的形式 已经面试便得到了全球运动爱好者的高度认可 迅速拥有了超过3亿的用户 玛与成都本土企业股东 开始于她与老公的相识 玛丽的老公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三年前去到芬兰留学 和玛丽同在一个学校 两人在学校的聚会上一见钟情 芬兰赫尔辛基和中国成都的两个家庭 都欣然接受了这一段异国恋情 我们当时毕业从芬兰回到成都的一个原因 很大的原因是当时玛丽想来川大学中文 因为她一直比较喜欢亚洲文化 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创业 从四川大学毕业以后 玛丽准备找一份工作 一年前她无意中发现 自己钟爱的咕咚APP 正在招聘海外版负责人 她便第一时间投递了简历 几轮面试后 玛丽正式成为了咕咚公司的 第一名外籍员工 成都双仪马拉松 给玛丽带来了灵感 一个有意思的创意诞生了 这个星期天我参加了成都双仪马拉松 我的想法是 我在芬兰做一个闲下的超萌熊猫马拉松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推我们股东 然后推成都中国的这个马拉松的文化 在星期一的海外事业部例会上 公司的两位创始人 CEO申波和CTO司建明也在场 他们觉得玛丽的创意怎么样呢 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们可以考虑比较文化的特殊 大家可以就像那些变装的去跑步 我们先是画一个脸的造型 对吧 对 甚至在终点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喊个雄起 穿就亮起 对 是的 我们还得考虑把成都的美式 引入到这个比赛的 像一下在补给站里面 可以可以可以 比如说成都比较知名的像中水饺 赖汤圆 凡兰人其实比较喜欢天的 我觉得汤圆比较合适 汤圆 对 除了打造社交型运动软件以外 其实咕咚已经通过APP 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数百场线上马拉松活动 并吸引了上万名来自美国 加拿大 欧洲等地的跑步爱好者参与 正是凭借着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大距离 今年年初 公司顺利完成了2000万美元的C加仑融资 成功迈入成都的准独角兽企业行列 成都这个城市本身有活力 以前的时候在我们的小区 甚至在公园里面跑步人很少的 现在你可以看到每天都是很精彩的运动 喜欢的运动是因为你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到一个阶段了 才会进入到说更追求更好的一种生活 对吧 更健康的生活 除了本身成都这个城市的它的一些文化特点之外 很重要的是成都城市的整个发展水平 已经是在全国来说应该是治愈前列的 孤东创始人申波是个地地道道的理工男 但他却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创业心 从电子科大毕业后 他先后就职于诺基亚西门子中国等世界五百强企业 一次偶然的集会 他与来自山东的斯建明在网络技术论坛上相识 有着共同创业梦想的两位程序员一拍即合 决定辞去当时的高薪工作 一起到成都创业 创业初期 深波和斯建明的办公室位于国内知名的移动互联网新兴孵化器 成都软件源创业厂 这里曾经走出CAMERA 360 吉米等众多国内外领先企业 咕咚也是其中之一 赴一楼专门为初创企业提供免费办公室 使用期限只有一年 一年后 当团队达到一定规模 才有机会搬到楼上拥有更大的办公场所 并有机会获得融资 因此上楼成为了这里众多初创企业最大的梦想 决定再次创业的时候 其实从上楼上一个老是下一个小 还是有各种压力的 各种压力在里面 我们刚开始创业什么都不懂 甚至连注册公司啊 这些很多商务啊财务都不懂 那个时候就有复发器的帮助我们来做这些事情 正是成都良好的创业氛围 优厚的创业政策 以及无处不在的机遇 给了神波放手一搏的勇气 创业第二年 仅有五个人的咕咚团队 就拿到了两千万元人民币的天使投资 在创立公司的八年时间里 咕咚成长为拥有两百多位员工 用户总量过亿的创业公司 与此同时 成都正在大力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 正在公司中的成都市城市规划 2018至2035年 对发展新经济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划 神波和斯建明又看准了新的机会 把眼光瞄准了智能装备市场 把我们的跑鞋 我们的产品设计一些 更具有成都特色的一些 特点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成都的熊猫 熊猫黑白的 我们能把鞋只有黑白两色的 就是什么熊猫鞋 因为我们鞋全是智能 又代表科技 又有成都文化特色 2018年成都总体过滑这些钢银新文件 我认为是对现在成都整个产业发展 是具有非常强的指导作用的 这也是我们对新经济 包括智能制造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布局 我觉得对我们说 我们刚好也符合这个趋势 所以说我认为这对我们工作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成都这样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其实对特别软件的 互联网公司的人才是非常吸引力的 我觉得对越来越多农票来说 我觉得成都就是一个 既可以创业工作的地方 又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地方 荣飘声波和斯建明并不满足于今天的成就 他们想要在这座城市里继续发展壮大 成为真正的独角兽 作为咕咚公司海外事业部负责人 玛丽也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争取早日回家乡芬兰 办一场和成都双鱼马拉松一样成功的比赛 我经常喜欢在成都跑步 因为这边的欢景其实挺好的 公园看到湖 看到很多绿色的我会想起我老乡粉烂 未来在成都可能要几个小孩对吧 从声波斯建明两位荣飘对事业的执着 到杨荣飘玛丽对未来的憧憬 成都正在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作为最适宜新经济成长的城市 成都已经拥有三十余家和咕咚一样的未来独角兽 前不久在中国国家科技部发布的 2017年度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中 成都新潮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估值100亿 位列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单 之后成都企业吉米科技一连 又相继入榜2018中国独角兽100强 而未来在成都新经济的沃土上 还将培育出更多的独角兽